随着人民电子现金 E2Nine Rock Yacht计划 今天正式开跑 主要是18岁以上 年收入低过10万令吉的大马人 都可以透过三家政府指定的 电子钱包供应商 也就是Touch & Go Boost 还有Grad Pay 申请30令吉电子钱包 由于每个人只能够选择 一家的电子钱包 来申请领取30令吉的红包 因此这三个平台 也推出各种优惠 争抢用户 其中优惠最大方的Touch & Go 因为就是30加30的优惠 用户可以获得一共60令吉的奖励 结果就引到大量的用户 涌入平台领取红包 系统超载陷入瘫痪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配合政府派发30令吉电子红包 其中一家推出额外优惠 来吸引消费者的电子钱包平台 今天一早 一度因为无法承载高使用量 陷入了瘫痪 财政部长林冠英孝吴表示 这项计划获得热烈回响 截至中午12点 已经有20万人提出申请 其中16万人获得批准 黑血政策又悠转 随着多家媒体报道教育部 有意重新研究黑血政策 一名教育部官员 随后向当今大马澄清 否认传言 他指出 网络上流传的教育部信函 里头并没有提及重新研究等字眼 那只是教育部向校方发出的问卷 目的是要取得实行黑血政策的数据 新加坡海峡时报今天引述消息指 我国政府将不落实原定的大道收购计划 而是可能选择将南北大道公司 五个主要收费站的特许经营合约期限 延长多十年 以降低大道货路费 只不过这项决定最终还必须交由内阁一决及批准 针对网上流传教育部禁止穆斯林学生 参与印度人庆典 Pongo 彭歌节仪式 教育部今天澄清 有关通令 旨在鼓励学校所有人员 参与所有多元文化活动 促进各族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并减轻穆斯林家长 对学校举办庆祝活动的焦虑 而不是要阻止学校庆祝相关节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